建民哥你才講到一半 你說願意退到什麼程度 民調五成嗎 50%初選 50%民調 這個是折衷方案 還是要有初選 對啊 還是要有初選 這個開放制初選投票 然後這個 我先講我跟民眾黨 沒有什麼謝海深仇 相反的跟民眾黨內有些人 包括志漢還有許甫在內 我們都很熟 不敢說是好朋友 但是都熟 都認識 那為什麼跟 也是在年代突發吉祥的節目 跟陳志涵吵起來 因為我不認同他的想法 就那麼簡單 我是國民黨的桃園市議員 我不是民眾黨的桃園市議員 我當然要幫我的國民黨講話 我一定要幫我的國民黨 不管是朱立倫也好 或者是金普聰 或者是侯友宜 因為他是我同黨的同志 柯文哲不是 就這麼簡單 邏輯很清楚 如果今天我幫柯文哲講話 回過頭來罵侯友宜 或者罵朱立倫 罵國民黨 那我這一身國民黨的衣服 乾脆脫下來 我加入民眾黨算了 是不是簡單啊 還要多解釋什麼 藍白支持者開始吵起來了 所以我就說 我看算了 就讓賴清德當選好了 你們都不用講他的廢話 藍白本來支持者 就是會在基層互相吵起來 我自己是民意代表 亮哥跟蔡委員 他們已經都沒有在擔任 民意代表了 尤其像以前他們都是區域立委 像我自己在基層 我當民意代表擔任議員 我會碰到國民黨的支持者 我會碰到自己藍營的黨員 然後也會跟我們抱怨 說沒什麼好合的 自己走自己的路 就是站下去 所以我就說藍白合到後面不成 我一直講過 我跟陳志涵也吵過 但陳志涵認同我一個觀點 藍白合不成 就不要再繼續撕破臉 開撕下去 各自選各自的 各自走各自的 然後不要變成藍白鬥 因為像局面變成這樣子 會變成藍白站 不是站起來站 是戰爭的站 彼此互相站 當然賴希德就躺著單瘦 我早就講過 我是不是在大新聞大報告節目裡面 很早就講過說 我對藍白合非常的悲觀 週末也有 對不對 我講過很多次說悲觀 我認為這根本不會合 我沒有騙大家 我再描述一個事實 我甚至後來在頭條開講節目 我說藍白合根本就絕望 不要騙大家 不要大家做夢 自己騙自己好不好 自欺欺人 藍白怎麼可能合 現在這種狀況 你告訴我怎麼合 接著建平兄的一句話 藍白不合 賴清德當選 那當然大家都知道 所有的主張各選各的人 你們都是民進黨的 我不會像那個民眾黨 昨天發言人陳志涵 在突發吉祥節目的時候 這個柯文哲一定贏 一定贏賴清德 一定贏這個侯友宜 那不可能的啦 我當然我要像這個 陳志涵發言人這樣講話 我也可以麻痹自己 侯友宜一定贏 一定把賴清德壓扁 把柯文哲踩在腳底下 我也可以魅於現實 但是我自己是新聞記者出身 有多少證據就講多少話 有多少的看到觀察到現在線上就多少話 所以當亮哥跟蔡委員講說 藍白不合賴清德一定當選 這個我也是打從 不管我上哪一台的節目 我也是這樣的看法 對啊 藍白不合本來就賴清德保送啊 賴清德一定當選 所以對嘛 羅正銘監犯就主張藍白不要合的 這些不管是民眾黨或國民黨 通通是賴清德的潛在的憲民 但是蔡委員此言就差異 主張藍白不要合的人 不是在選民不是在支持者 大家都希望合 你我包括我們很多在看節目的人 都是那60%希望合的 但是大家看到合的這種狀況就知道 藍白上面的人 各自這樣勾心鬥腳 連中國時報我給大家看 中國時報的這個社論是29號 10月29號的社論這邊寫 柯文哲誠意不足 連中國時報都這樣寫 都知道了 然後呢 10月30號禮拜一隔天 韓國瑜的這個kymoji 這個是在講什麼 就是說柯文哲很早就去找過韓國瑜 然後韓國瑜跟他說他是重情義的人 他是重kymoji的 柯文哲試圖拿民調的科學數據 來說服韓國瑜 可是韓國瑜就告訴他 他就是講kymoji 他就會挺這個侯友宜 所以你看到韓國瑜在這幾場的造勢的活動 不管是你說以得抱怨也好 或是怎麼樣 友情友義也好 他就是出來 在從10月21號前一個禮拜 14號新北 然後到21號到我們桃園 我站在韓國瑜後面 韓國瑜先講完之後換侯友宜講話 這一些到每一場 後來到上禮拜六高雄 你從韓國瑜的狀況做法就知道 大家當然希望能夠藍白和 大家希望能夠侯友宜跟這個柯文哲 能夠同樣出現在一張選票上面 然後大家希望說藍白的這個立委 都能有兩邊的一起在 願意合的情況之下 柯文哲跟侯友宜 不管誰贈誰負 一起搭檔競選 然後藍白 一加一大於二 而不是一加一這樣拆開來 然後互相戳對方 但是今天如果不合 藍白都各有堅持 如果民眾黨一再的講說 這個侯害怕出選 害怕民調 那我也要講說民眾黨柯P 你也害怕出選 對自己也沒信心 我昨天也這樣跟陳志涵講 你們一直講說侯營 藍正營怕民調 那我一樣說 那你柯營和白營不是怕投票嗎 那你大選難道不要投票 一直想一直把投票 這個黑化它 然後說什麼是這個批霜 那難道1月13號是全民去吸毒嗎 我們是吸毒啊 全台灣2300萬人都在吸毒 吸髒空氣 吸中毒的空氣 然後去這樣投票嗎 不要黑化每一個方式 今天就是卡在方法 方法的不同 如果各有堅持 我要見面信 我不同意你 國民黨提這個 所謂的初選 我不客氣講 不只是批霜 更是劇毒 不只會害死國民黨 害死侯友宜 那個是方法的不同 絕對不是方法不同 我覺得方法 從來沒有談論很多 方法跟細節大家講了很多 我覺得一直 民眾黨 可以一直去 國民黨要提的話 一直苛救現在那邊 是沒有投不出去的 可以在去民調的方法 去提各種方法 但近平哥你認為 要堅持這個民主初選 侯友宜不是沒有浪啊 國民黨藍營跟侯正營 不是沒浪啊 都已經浪成這樣了 請問民眾黨今天有人跳出來說 哎呀柯文哲這個方法不行啦 柯文哲這個方法 這個有問題沒有 黃珊珊到陳志涵 都一致堅持 他的這個黨主席 柯文哲的意志說 這個民調 全民調就是要 而且四話 這個手機比例要很高 四話最好不要 全部的這樣一個民調 全民調 建平兄 你講了有道理一點是說 可以吵的是說 要不要手機佔多少 或者四話佔多少 這是可以吵的 因為這是民調的技術問題 那這個所謂的搞個民主初選 我不客氣講 所謂開放民主初選 既不開放也不民主 更不是初選 那個是掛羊頭賣狗肉 每一個學派 每一個大家都有 不是學派的問題 你討論過了 所以委員你的意思是說 只有在全部同意全民調 只是在比例上面 可以去做一些拉扯 才是溝通的了 對這個有討論的空間 你想想國民黨自己在做內部的 這個初選的時候 連黨員初選大家都不想要 你現在搞個什麼 遊覽車初選 委員但是還是有 黨員初選還是 個別的選區都還是有 少的不得了 還是有 隨便點幾 為什麼 每一個都說要 沒有要辦的就是那個時間 然後還有就是要懶得辦 你去找幾個 有幾個地方有黨員初選 就是不容態選區 我認為這個是技術的問題 還有要不要辦的問題 而且像國民黨的黨章 本來就是有初選跟投票 你們都很清楚 那時間來得及嗎 不是吧 那現在你現在拖到11月1號 我認為當然來不及 連國民黨自己 不但黨員初選 盡量能不辦就不辦 那只有幾個 但是還是有要辦就還是有辦 都是老立委為了保障自己的權力 所以去搞 你看許小新什麼抗議過沒有 都有嘛 結果還是辦 對啊 許小新不是 不得不得辦 許小新不是贏了個費紅泰一票 讓大家跌破眼鏡 如果時間點真的已經來不及 還有什麼方案 你黨員初選大部分都 國民黨都不辦了 你還搞這種莫名其妙的 什麼初選 美國的初選是政府辦的 不是後選自己辦的 我認為初選投票 就是一種模擬考 就跟民調是一種抽樣 差太遠了啦 差太遠了 那跟郵攬車初選 不管怎麼樣 好 就算是你要合作的話 你要雙方 他的意見你不是要採納 你的意見他採納 他的意見難道他就不採納嗎 你搞這個就是故意要破壞藍白河 國民黨會有這個 我不認為這是破壞藍白河 這就是兩邊各自意見 各自相容 把意見都納進來 金平哥你認為國民黨 最後的副案會有全民調 就是比例要拉得更 我不認為 更恰當一些 因為民眾黨 就是始終堅持不讓啊 那國民黨都已經好了 那你一半民調 我們一半投票 你哪一個國民黨自己都不用的東西 百分之百初選 沒有國民黨不用 委員我還是強調 你也從初選出來 國民黨還是有很多類似這種初選 國民黨什麼時候初選過 你隨便舉個例子 還是有啊 其實我剛不是講 慈祥新跟費鴻泰就有投票了嗎 那那黨員投票還不是民眾初選 就是黨員投票也有 電話民調也有嘛 而且黨員投票還被大家罵了半死 都是保護勞力為用的嘛 那不管怎麼樣 就是還是有這個規範 就是說不要給這種丟臉的事情 丟到中間選民面前 現在時間都不站在 國民黨的這個民主初選這邊了嘛 所以我覺得 到了最後時間拖下去 你還會談什麼下去嗎 那有人 我是不是可以合理懷疑 那柯文哲白銀民眾 你是根本不想談 因為拖到後面 你還這個 那我也可以拖到剩最後兩天啊 然後民調好了啦 11月18號 好啦民調好了 你越往後拖就越協商而已啊 就只剩這兩次間協商了嘛 本來就是侯友宜就講過了 10月24號25號 侯友宜很早就已經跟柯文哲 10月21號在桃園肇事晚會玩 會面一個小時就告訴他 他什麼都不講 然後後來10月24號25號 還告訴大家說他不知道 然後民眾黨說什麼突然給大家 一天就要學上海在那逼婚 講一大堆情緒性的話 我覺得沒有意義 那如果真的覺得對自己有信心 沒有關係 侯友宜 柯文哲各自就選各自的 民眾黨就支持柯文哲 不投給侯友宜 也沒有關係 就去支持柯文哲 就各自選各自 侯友宜跟國民黨支持者 就投給侯友宜 就自己選自己的 沒有必要說兩邊互接窗疤 然後互相罵來罵去 沒有意義 因為根本沒有想和 所以為什麼我給看看 這中國時報給大家看的社論 中國時報寫的不是我寫的 柯文哲誠意不足 再給大家看一次 柯文哲誠意不足 中國時報的社論 中天同一個集團 所以我就說大家都看得清楚 為什麼國民黨集成 哪一個集成在反彈 你怎麼不拿另外一篇 中國時報在罵全民調拿出來看 對啊 沒關係都一樣 所以我就說 兩邊民調跟初選都要拿出來 不要說都堅持你的 都堅持民眾黨的 民眾黨的人有叫民眾黨浪嗎 這個所謂民主初選 就是金普通要破壞藍白河的 中國時報用整篇文章 在罵金普通不是沒道理的 他罵金普通 但是也沒有否定侯友宜 跟柯文哲兩邊 各自在這上面努力 但是到了最後這幾天你看 那中國時報是不是又開始罵 這個柯文哲 那人家都已經浪成這樣 那如果你真的有誠意談的話 不是 我跟你講 你所謂的浪是很離譜的浪 你說我是百分之百要民主初選 所以我就不堅持 這個全部民主初選 我浪一步了 再來第二步是說 那我百分之五十好了 對不對 我浪第二步 這不叫浪 為什麼 你用一個你國民黨 自己都從來不用的東西 你拿出來這麼 說不客氣的話 不然你國民黨自己試試看嘛 這個就像是我們在黨內初選的時候 我不知道委員有沒有碰過 沒有 我說黨內初選 一定黨部主委會把 我們黨內初選的候選人都找來 你要不要民調 你要不要投票 就像你們剛剛講 巧欣跟這個費洪泰委員的例子 那如果我是當事人 我堅持要投票的話 那他堅持要民調 我一定要說 民調跟投票都要啊 靖民兄你一直沒有搞清楚 不要把黨員初選 跟金普聰的初選混在一起 金普聰初選是沒有選舉 沒有選民民策的 黨員初選是有黨員的投票名策的 連那個沒有繳黨會的黨員 都不能投的 我覺得我們不用聽 我覺得我們現在討論這題 都沒有意義的 因為侯勢必得放下 這個民主初選 才有辦法繼續往前走 否則柯已經料出狠話 柯不是說 如果你不再提出新的方案 我們不用見面了不是嗎 這正好啊 藍營我不客氣的講 我們現在都在基層 藍營的支持者就是這樣想 我姑且不講民眾黨 或是白營 或是支持柯的人 那很正常 柯粉本本來就不會投給國民黨 柯粉本本來就不會投給 以後有疑 好啦 大家就投給賴心得好了 好不好 我先感謝一下我們的抖內列車 因為今天應該觀眾朋友 我們平常聊天室裡面最熱烈 但想不到今天居然還可以 節目現場比聊天室更熱烈 我想大家應該都暫時 先放下塗刀了吧 我不知道 但我們先感謝觀眾朋友 我們的抖內 而且也鼓勵大家多多抖內 你抖內內容我會唸出來 我們來賓今天都很願意 回大家的質疑 一定會直接跟大家 只求對決 發揮直播最好的效益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一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支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生菌